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4年7月29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跟大家聊一下呢,就是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呀 到中国访问之后啊,回去了啊 那么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呀,首次回应了这件事情啊 泽连斯基呢,是在他自己国内的电视上发表了讲话 我看到有一位华人博主啊,他是在乌克兰的 他看电视,看到泽连斯基的这讲话之后呢 他把这个讲话就放到网上,然后呢,他还给翻译成了中文啊 那么泽连斯基呢,就是说库列巴呀,到中国进行的 为期四天的访问,非常成功,中国政府呢,已经是啊 向这个库列巴啊,保证中国是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及领土完整 中国不会给俄罗斯提供武器啊 那么泽连斯基说呢,这个库列巴呀,他刚刚回来 在修正之后呢,会拿出来一个报告啊 我觉得他说的这些话呢,都不是事实 这个库列巴哈,他到中国来访问啊 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说库列巴他是有诚意的 因为呢,他是安排了四天在中国呀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希望啊,和中国呢,进行这个探讨和讨论 如果讨论出来某一个方案的话呢 那么就有时间啊,和俄罗斯联系啊 看俄罗斯是什么样的态度,对不对 他一共在中国待四天啊 但是呢,实际上呢,第一天他到了啊 就跟个网红似的啊 他到了广州啊,然后就跟那拍这个视频啊 喊话他国内的民众啊 说亲人们啊,猜一猜我现在在哪儿 没错,我现在是在中国啊 你看我现在身后啊,就是中国的广州啊 不拉不拉不拉啊 完了以后呢,第二天,王毅呢就接见了他 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一个会谈 会谈完了以后啊,人家王毅啊,就干嘛干嘛去了 那么中国外交部呢,就发表了一个文字稿啊 文字稿里面很关键的一句话呢 就是啊,俄乌和谈啊,还不具备条件 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啊 就是中国外交部当时所发布的那个文字稿啊 这文字稿的内容呢,说啊 2024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在广州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举行会谈 王毅说,中乌互为友好国家 双方交往历程中沉淀下来的都是友谊与合作 两国十几年前就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彼此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持续推进 两国元首强调要从长远的角度看待和谋划两国关系 把中乌关系和双边合作向前推进 我们应以此为遵循,保持沟通交流,增进彼此互信 更续传统友谊,促进人民友好,推动中乌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这说的是中乌关系啊,这也都是实话啊 之前的时候呢,其实中国和乌克兰的关系非常好啊 那么后来呢,就是啊,乌克兰发生了颜色革命啊 就是美国扶持了这个政府上台以后呢 然后呢,就在美国的挑拨之下啊 就和美国的敌人或者对手啊,进行对立啊 那么这其中呢,就包括中国了啊 就撕毁了和中国呢,进行合作的一些个意向啊 或者协议啊 中国那会儿呢,就是收购他的马拉西奇啊 马拉西奇他本来就是一堆垃圾了 只有中国啊,捡的一堆垃圾可以给他起死回生啊 结果呢,这个泽连斯基呢,就把这个都推翻了 他以为说呢,美国能出一个更好的价钱啊 也没准美国就是那么答应他的 但是呢,完了以后和中国撕毁了以后呢 他哪对垃圾啊,没人要,哪里有人要啊 这就是第一段让王毅说的呢 就是中国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啊 那么这不是酷里八道中国的目的,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王毅说的第二段啊 王毅表示说,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 开启了第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征程 中国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将为各国人民带来新的机遇啊 乌克兰是首批支持和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 今年来,中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国 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呈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 展现了两国合作的空间和潜力 双方应该发挥两国合作机制的作用 加强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中方将继续扩大自乌粮食进口 共同维护物流通道畅通和国际粮食安全 感谢乌方在冲突爆发初期 为中国公民特别是留学生撤离提供的帮助 希望乌方继续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在乌中方人员和机构的安全 这说的呢就是现在啊 中国和乌克兰之间的这个经贸合作 以及呢人员交往 对吧 这个呢其实也不是库列巴来访的目的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就看啊 王毅的第三段就来到了这个乌克兰所关心的俄乌冲突了 咱们看王毅怎么说的啊 王毅就说呢 乌克兰危机啊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 冲突还在持续并存在升级外溢的风险 这都是事实啊 中方始终坚定致力于推动危机政治解决 这也是事实吧对不对 习近平主席提出四个应该 为此提供了重要遵循 在此基础上 中国还和巴西联合发表了六点共识 涵盖冲突规范三原则 和谈方案三要素 人道保护三关切 以及防止核风险 保障产供链稳定等重要内容 凝聚了国际社会最大的公约数 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支持 中方认为啊所有冲突的解决 最后呢都要回到谈判桌前 一切争端的话解啊 总要通过政治途径来实现啊 以上的这些呢全都是这个现实啊 和中国的立场啊 中国的立场都是对的啊 然后啊王毅说近期啊俄乌双方 都不同程度的发出了愿意谈判的信号 这就是为什么库雷巴到中国来 这是为什么中国让他来 对吧 然后呢王毅说啊 虽然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 这就是中国的看法 中国认为呢条件和时机啊还不成熟 现在呢没有办法啊进行谈判 然后呢王毅说 但我们啊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啊 说你也愿意来中国啊 我们也支持你啊 我们也让你来对不对 我也陪着你啊对吧 然后王毅说 愿意继续为停火指战恢复和谈 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中方关注无方人道主义局势啊 将继续向乌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那这里面哪里有什么中国向乌克兰保证 什么主权和领土完整啊 根本就没有啊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呢 这是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啊 但是呢如果说啊 在俄乌冲突这里面运用这个原则的话 那你就得说分析分析了啊 什么是主权 什么是领土完整 对吧 你这个东西就得说到说到了 再说了这个王毅呢 我不认为啊 他会向乌克兰保证这个 他有可能是双方当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 要求这个乌克兰啊 向中国保证尊重中国的这个主权和领土完整 有可能这样啊 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这个库列巴是怎么说的啊 那么库列巴就表示说呢 中国呀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乌中结为战略伙伴 也是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 乌方支持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你看到没 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 乌方希望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夯实政治互信 激活经贸农业等各领域合作 加强地方有成交流 乌方高度赞赏中方为促进和平 维护国际秩序所发挥的积极建设性的作用 乌方重视中方的意见 认真研究了中国巴西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 乌方愿意并准备通俄方开展对话谈判 当然 谈判应是理智和有实质意义的 旨在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那么从这里面呢 我们就根本就看不到这个泽列斯基 在他的国内电视讲话里面所提到的那两点 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 他们一贯的呢就是正眼说瞎话 就撒谎曲解蒙骗国际社会 他说他愿意谈判 但是呢不做任何的让步 之前他们是这么说的 但是现在咱们不知道啊 他说他愿意谈判啊 他愿意做什么样的让步呢 咱们就不知道 无论他是什么态度啊 就像王毅说的啊 时机和条件现在都不拒拜 那么人家王毅啊 这三个小时的会议开完了以后呢 人家牛脸就走了啊 该干嘛干嘛去了啊 我还以为后续就是外交部啊 中国政府其他的人员 会和这个库列巴进行这种沟通交流哈 但是没有啊没有 他准备了四天的访华呢 就和王毅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 以后啊他就回去了 三不打眼的就回去了呀 那么现在乌克兰其实他挺难的啊 他现在面临一个什么局面呢 本来美国呢也就是拜登支持他啊 但是现在啊拜登已经推选了 你现在如果和拜登进行任何的探讨啊 他都没有意义啊 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哈 这个拜登好像都不露面了 剩下半年都不露面了呀 就是这两天啊 关于中东啊发生的那个大事啊 我看到都是那个哈里斯呢 直接出面表态 还有布林肯出面表态 拜登都没表态 那么接下来啊这个大选到十月份 谁会赢呢 现在的趋势来看呢 川普是占有优势的啊 虽然说呢这两天啊哈里斯啊 好像他演讲的时候呢 那口茬啊好像挺硬啊 他的舌头挺利索啊 有的人觉得说呢 这个哈里斯好像占上风了 尤其是他这个募捐啊 说是他24小时就募了1.5亿啊 然后一个礼拜呢就募了2亿美元啊 就觉得他的吸金能力也特别的强啊 这里面有背后的操纵呢 我认为这个哈里斯呢 现在是傀儡啊 他将来呢也会是傀儡啊 他肯定是傀儡 如果他能赢的话呢 他将来肯定是傀儡啊 但是呢后面啊他不一定能赢啊 那么在川普被暗杀的那阵啊 川普俨然就一个竞选成功啊 已经胜利者的这种姿态啊 就是美国准总统的那个姿态 来发话对吧 跟这个讲话跟那个讲话 跟那个通话跟那个通话 包括这个泽连斯基对不对 但是呢哈里斯啊最近这两天啊 好像做了演讲以后呢 川普貌似哈有点降温 也就是在美国民主党媒体啊 在他们的嘴里面啊 说是川普势头有所下降啊 其实也不一定啊 那么对于乌克兰人来说呢 就岌岌可危了啊 因为川普呢是坚决反对 对乌克兰进行军援的 还有他那个搭档万斯啊 是坚决反对对乌克兰军援的呀 所以呢乌克兰现在呢就非常难啊 你说这仗啊是打还是不打 如果说是打吧自己又没有能力 对吧如果是不打吧 怎么能停下来呀 对吧有一个说法就是呢 这个战争啊你让它开始很容易 但是你让它结束就很难 你怎么能让它停下来 嗯那么现在呢我听到有这个 说乌克兰的前总理啊提出来了一个办法 说这个乌克兰啊 可以再加入这个俄罗斯啊 如果再加入俄罗斯的话呢 就这些领土啊 仍然属于这个乌克兰 这些领土就保住了 那主权呢也相对来说就保住了 为什么呀 因为呢俄罗斯啊 它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它这个联邦成员的自治程度啊 比美国的那些州的自治程度要高 你可能听到哈 俄罗斯啊这个共和国那个共和国啊 对不对啊 你别的不说啊 你肯定知道这个车臣共和国了 对不对 车臣共和国它有总统 对吧 它这个俄罗斯啊 这个体制是这么一个体制啊 如果说这个乌克兰再一次的加入俄罗斯 就跟以前的苏联啊 是一样的啊 一样一样的 这个乌克兰的前总理提出这么一个 当然了他提出这个啊 在乌克兰啊 应该不会被广泛接受 尤其是目前的这个阶段 总之一句话啊 乌克兰现在啊 挺难的 但是呢你再难哈 就是你这个政府啊 国家领导人啊 你连点诚意都没有啊 说话呢满嘴跑火车啊 一点诚意都没有 就匡骗中国的匡骗了好几次了 对不对啊 中国还以为它是真的啊 因为在这种形式下啊 你就应该做出这样的抉择了啊 结果呢就发现不是 他不是有诚心的啊 没有诚意啊 他来还是要求中国来压俄罗斯 让中国就觉得哭笑不得啊 你说是我傻还是你是傻 对不对啊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